一个人称却包含了五种拳法 被称为一门五拳的五组拳究竟有何玄机 一个人他不仅可以歇息五种拳 他同时可以监睹这五种拳 有关五组拳的来历 拿中说法更为贴切 太祖权就从赵匡英这个地方 就传到了少林寺 真正吴祖权出现在文献资料里面 大概在1895年 是谁将吴祖权带到了台湾 郑成功在我们这个地方 两道顿丝抗田下 就我们的黄培松状元 他写到全部的经济 又是谁将棍法回传给了少林寺 宋太祖这个太祖权派啊 中的是一只棍 来靠一只棍打天下 一个古老的施政又和吴祖权 有着怎样的关系 他的技术动作不是来自吴祖权的 功夫中国吴祖权 精彩内容欢迎收看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涯共死时节目 我是主持人桑成 在中国功夫当中啊 有一种权 虽然它只有一个名字 不过呢 这种权却包含了五种权法 俗称一门五权 那么这种权呢 就叫做五祖权 今天我们现场啊 就为大家请到了来自海峡两岸的 五祖权名家 掌声有请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五祖权的传承人周昆明先生 以及来自台湾的五祖权名家 曾吉莲先生 掌声有请 您好 欢迎您 你好 哇 通过握手 这个力道 我是感觉到了 都是这个身藏不露啊 功夫高手 服装也穿好了 是不是一开始 先给我们大家展示一套 这个五祖权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请我一个师兄弟来 来打一个 师兄弟啊 好 那行 掌声有请 来 为什么叫做五祖权 他是哪五祖 五祖权是五个法祖 这个太祖 罗汉 罗汉 达尊 行者 白鹤 白鹤 五祖权统一一门 就叫五祖权 为什么会有五祖呢 这五祖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为什么会最后何为一门了呢 他这个问题是这样 他是比较复杂 但是他是历史形成的 那么直到今天我们前周第七 其实五祖权的人呢 他有的讲到这五祖 有的是讲甚至讲到有贤旅权 有的就没有提到行者权 就是说我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看了很多古老的前谱 就感到说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 那实际上他是在一个传播过程中 长期几率的结果 因为这五种钱呢 就是前锋相似 不马相同 功利要求相反 一个人他不仅可以泄习一种钱 他同时可以监通这五种钱 那么在过去的历史上 我们前周泄钱的人呢 是普遍的都泄习这种钱 那所以呢民间就把这种钱 他们就说这都是这什么 是五祖权 统称五祖权 五祖权是泉州地区的主要权种 权械功法俱权自成一门 有内外兼修南少林权之称 五祖权的称谓 包含太祖权 达尊权 摩汉权 行者权 白鹤权 五种权术 他们拳风相似 都有其开手权套三战 不过他们也略有分别 太祖权 出自于宋太祖赵匡印 讲究尽身解答 步步尽前 而达尊权 是指禅宗达摩祖师 以禅残权 韵柔附刚 罗汉权 则是洞中有劲 爆裂刚猛 行者权 就是指猴权 长取短收 纵跳清零 白鹤权 以鹤舞入拳 有以寸进建长 五种拳法 包容并蓄 聚于一门 威猛刚烈 极富阳刚之美 练习五组拳 学有所成者 都有着 或多或少的硬功夫 千百年来 南少林武术 在泉州民间 渗透传播 民间逐渐养成了 习武的传统 北宋年间 就有 一记清源 新国舰 全南到处 少林风的诗句 可见 当时少林武术 在泉州民间 传习的程度 即便是到了现在 上了年纪的泉州人 大多听过这样一句话 拳头 烧酒 取 说的是泉州人 过去平时的 主要娱乐生活 就是猜拳饮酒 听闲管男音 打拳头 这里的拳头 即指南少林武术 也就是我们常听说的 五组拳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 就是锦上镇的卢厕村 据说这里啊 家家户户 无论男女老幼 都会来两手 那真的是这样的吗 我们现在 就到村里面去 一探究竟 还真是啊 大爷您好 打断一下 打断一下 你老高手 83岁了 真棒 83岁的卢老先生 在卢厕村 生活了一辈子 自打击事起 他就和村里的前辈们 学习五组拳了 如今 老先生八十多岁了 依旧耳不聋 眼不慌 无论东夏 仍然坚持天天洗练 这里 是泉州市下辖的 一个普通村庄 卢厕村 卢厕村 位于福建泉州 石石市的 锦上滨海之地 距离泉州市区 约三十公里 在这个武术之乡 全村无论男女老少 都以习武为乐 家家户户 习练武祖拳 在这里成为一道 独特的风景 眼前的这位老者 已经七十多岁了 从他演练的动作 您或许就能猜出 这种功夫的名称 没错 就是猴犬 猴犬 及武祖拳内容之一的行者拳 如今 洗脸行者拳的人 在海峡两岸都不多了 与武祖拳中 其他的四门拳法相比 传承前景不容乐观 而在卢措 这个普通的小村里 能见到这门拳法 着实出乎我们的预料 让我们大开眼界的 还有武祖拳的器械功夫 就像眼前的藤牌刀 对锄头的对打 这些来自于 田间地头的劳动工具 莫藏手里 就变成了 席练武术的器械 在卢措 之所以家家户户 席练武祖拳 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 卢措 过去地属沿海偏平农村 深受倭寇 及海盗牵扰 为了自卫保家户村 在明清时期 他们就组织成立了师队 大练杀师寄击武艺 他们以棍棒 枪扒 藤牌 镖刀等进行抗击 延民传承至今 已有近三百年的历史 那么 杀师寄击的武艺 和武祖拳 又有什么关系呢 那么杀青师是血音 杀青师 这个师是清朝之师 就清兵 杀青师 而且都是武祖拳的 那杀青师的人 不是练什么其他拳种 不是 他一定是练武祖拳的 他的步马 也一定是武祖拳的步马 他的技术动作 都是来自武祖拳的 师寄表演时 由大鼓 罗 伯 典长指挥 首先进行临阵 以龙虎企业为前导 师寄武士分为两列 分别手持各种长短兵器 还有锄头 扁担 雨伞等等 信手拈来 皆为兵器的农具家具 所有器械打四十多种 随着鼓 罗 伯 快慢强弱的节奏 师寄对 变换阵型 百绕青龙阵 蝴蝶阵 武功阵 八卦阵 连环阵 等等阵法 武术操演后 紧跟着 使弄尸盘打尸 在锣鼓吹响的激促声中 青尸奔腾入场 师阵武士 使各种兵器 门番上阵 与青尸 搏杀盘打 明南人借杀青尸 寓意杀青王朝之师 一直反清复明 在阵型演练中 无论是空拳 还是器械 都清晰地印刻着 武祖权的特点 武祖权 不仅在本地南少林拳戏中 最具代表性 同时也是福建省七大权种中 历史最悠久 传播地域最广的优秀权述 那么他到底是由什么人 在什么时间创建的呢 吴祖权第一次 我在台湾的文献之内看到 就是1895年 这一位刘美棠 这个人听说 是那个泉州人去了 所以那个时候 泉州的吴祖权 大概在这个时候 正式已经在台湾 传承下来 关于吴祖权的来历 在民间还有这样一个传说 清康熙年间 少林武僧用高超的武功 平定了造反的西鲁国叛军 声名远扬 后来却遭奸人诬告 有谋反之意 康熙皇帝派三千官兵 前去松山 一把火烧了少林寺 可怜寺中几百人 最终只有五人活了下来 他们辗转逃到泉州 少林寺落脚 这五人也被称为 少林武祖 他们在泉州少林寺 总结平生所学 结合当地武术 开创了武祖权 传授给当地百姓 从此 武祖权在福建泉州 生根发芽 并衍生出后来 许多南派少林武术分支 这就是民间广为流传的 火烧少林 武祖创权的故事 许多影视作品 都是以此为蓝本 至今仍为痴迷武侠故事的人 所津津乐道 但是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 一直以来都受到史学家的质疑 因为 所谓的西鲁国 在官方文献里 根本无法查到 而火烧少林惨案 也不鉴于正式文献 所以 这只是一种传说罢了 如果我们追溯历史的话 能够追溯到什么年代 到今天应该有多少年 那么这五种钱 出现的年代不一样 但是在我们以前说 历史可惜的 就是太祖钱 太祖钱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宋代 百钱汇篇这本书里面 曾经有讲到这么一件事情 宋太祖 做了江山之后 有一次跟秦臣 谈话 喝酒 然后就讲到 太祖钱的预印 就是太祖钱的技巧问题 那酒醒了以后 他有点后悔 好像感到说 不用让讲出去的样子 但已经讲了 那这样呢 就太祖钱 就从赵匡印 这个地方呢 就传到了少年寺 以后呢 就传到了民间 那么传到我们泉州来 这里面有一个 特别的历史背景 就是赵匡印 打下天下来之后 他母亲讲说 兄弟要论流做天下 因此呢赵匡印 打了天下以后呢 他的弟弟 接着他做天下 那么他弟弟 不再传给他的弟弟 其他兄弟了 就直接传给他儿子 所以是哥哥打了天下 弟弟呢 做了天下 以后一代一代传下去 那么如何来安抚 赵匡印的这一个派系 这一个中正式 有一个在我们南边 叫南外中正式 南外中正式呢 后来搬到我们泉州 人数最多的时候 达到数千人之多 回溯历史 当时的泉州 犹如宋代的小香港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这里社会安定 经济繁荣 很多皇室人口 南迁到这里 据说这些人当中 就包括一些 太祖权的高手 他们精通全力 并以席列太祖权 强身自卫 于是随着南下的阻迹 这些人就把赵匡印的太祖权 也从京都汴梁 带到了福建泉州 这种权术 后来逐渐流入民间 相关资料显示 太祖权在很多史籍上 都有记载 但是传播最广的 就在泉州 福建 闽南地区 那么 后来 它又是精髓 传承发扬 让它成为福建 闽南 乃至台湾地区 传播最广的 泉种的呢 我们前座大家知道 比如说黄佩松 黄佩松呢 它是光细六年的状元 五状元 也是一个中国的最后一个五状元 是我们前座南南六都人 他就是写的我们五祖权 然后呢 当官了以后还在家乡呢 有时候回来 在家乡传书 祖书他这些钱种 那么 他的钱种流传到台湾西来 状元黄佩松 应该是咱们台湾 五祖权的祖师爷了 是这么理解吗 是 宋太祖 这个太祖权派啊 种的是一只棍 这只棍啊 它靠一只棍打天下 那这个棍法 传到那个 泉州的红奈啊 就我们的黄培松状元 他学到全部的精华 所以他可以说 这个五状元啊 他有交了很多土地 其中有一位叫做黄胜 那在光绪年间啊 也到光绪末年 也到台湾去 那到台湾去以后 他靠着行走江湖啊 卖药 做生意 顺便收土地 那收了一个土地 就在我家乡啊 台南县 家里镇 东瓜辽 一个叫做流润 那流润 再把这些棍法 再传到各地 所以目前 在台南地区啊 这种单头棍 的这种棍树 大概都是 我们 大陆啊 黄培松 这个派下所传区的 目前在台湾 广为流产 广为流产 是这样 好 棍 是最原始的兵器 即便一个不会武术的人 在自卫防身中 也往往会随意地使用棍 棍作为兵器非常普遍 所以被称为百兵之手 在无组权的常用器械中 棍树尤为突出 武棍是手 眼 身 法 布 协调合一 彰显力量 速度 耐力等 由于实战性高 武祖权的棍树 备受习武者的青睐 据说 武祖权之所以被传入台湾 除了黄培宗之外 还与一个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个人又是谁呢 那么郑成功在我们这个地方 这个梁岛顿是抗田下前世 这个清兵打进来的时候 最后就剩下我们在这个地方 郑成功在夏文岛这个地方苦苦支撑 那么后来呢 这个七处合一 把宝岛收回来 然后就在台湾站出去 站立了脚跟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张前有几次的移民 到了台湾去 那么去的时候带起了我们前周的文化 带起了包括其中包括武 所以前周的武术到台湾去 这是一个高超 一本建经和名阳天下的少林棍有何关联 吴祖权的进攻与防守 暗藏着怎样的威力 新中国第一步完整的吴祖权谱 是怎样诞生的 吴祖权变广播操 效果如何 功夫中国吴祖权 精彩内容欢迎您继续收看 据说明朝的抗窝的名将 于大游好像和吴祖权也有一些联系 这是什么样的故事 于大游写了一本书叫做建建 这本建建是我们中国现在所能看到的 第一部的武术专著 在此之前没有 那么这部武术专著呢 它禅熟的一些武术的功发眼力 现在我们大屏幕上出现的这个图片 这就应该是这个建经是吗 对 这是我们红蓝馆的藏本 它都是手抄的 当时我把它演员下来了 很珍贵 七七光称赞这部诗是千古其密 哇 那么于大游本身就是写书 武祖权宗的太祖权的 我们钱中虎子还记照 还记载 他还写了猴钱 猴钱就是武祖权宗的行者权 那么我们的虎子怎么记载他呢 就是说他在青年山 跟白岩宫戏戏 白岩宫 没有姓没有名 为什么叫白岩宫啊 我估计就是猴钱了 于大游是明代抗窝名将 少年时便随名师洗练兵法和剑术 于大游从军五十载 言语治军不谈进攻 抗窝战功卓著 他所著的建经 被奇迹光誉为千古其密 建经是集棍法之大成的著作 实际上是讲棍法及长兵器的用法 相传明家境年间 于大游带兵途经河南造访少林寺 看见少林棍法失传 便特意挑出两位少林弟子 随他行军学艺 后来这两位少林弟子 将学成的棍法 又回传到河南松山少林寺 将少林棍法发扬光大 我想我们还是应该通过展示 一边展示一边给大家讲一讲 咱们这个无主权究竟有什么样的特点啊 这个练的时候有什么讲究啊 请我们的台湾同胞先打一套 体现我们无主权 他这个情理一样是这样 然后下来 这个结束了 就这样 那看过了这个精彩的无主权的展示 现在能不能给我们来讲解一下 这个无主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从动作上 无主权有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这种这种钱呢 全是激烈 以硬工为主 很刚萌啊 刚才你看这实力表演的时候 非常的有力道 当然了 他也是刚柔相继 他也有柔的一面 这个 这个是一个 再一个呢 他这个布嘛比较减少 深田端正 他很端正 这个过去讲说打无主权是龙行虎步 帝王气象 不是像一般人 打钱卖高的不是那一种 爪发烧的不是 他这个 你看他整个打钱起来的时候 这个气势很威武 深田很端正 那么 这个布满了 他很紧素 套子很简短 钱打卧牛之地 他 都是实战功夫 绝对没有发敲之步 没有发草步 都是很实用的东西 所以他的动作呢 有一个特点 很古魄 很简厌 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 攻防意识非常的鲜密 无主权的风格 古朴 简洁 不上花哨 出击 直进了当 因此 在演练时 并不起眼 而真正看出 无主权 权益功力深浅 权术造诣的地方 就是近身短打 和摇身俊甲的 微猛发迹 套路简短 弓手分明 拳打卧牛之地 正是无主权 武技的核心技法 那么在实战中 无主权又能体现出 怎样的优势呢 一扣 它非常简单 动作就很简单 但是它很实用 对对对 人家要打你 或者我们在技艺上 要切磋切磋 打一拳过来 我这个动作就很简单 都很简单 就是一个一下就一下 比如说他在打我 我们无主权 有一个特点就是 一般来说 是锁到脚到 这样 这一手砍过去了 这个动作都不大 是不是这个无主权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近身短打 都不是离得很远 都是贴身的这种 他就是中攻必靠 短打为主 不上长攻 他就是以短打为主 不像我们那个打长前 他立得很远 你跑了以后 一个前鸿腿 一个立起脚 难道当然没有 他就靠近了 他是也靠近也好 这就有点像是狭路相逢 勇者胜 您刚才那两招 主要是防守 那如果我们用无主权 主动去进攻呢 无主权 就是顾手殆尽 怎么解释 什么意思 那就是 我一般不轻易去换人家 这也是一个无德问题 但是一旦动手的时候 对的敌人 当然就是文准很难 比如说现在 我要进攻他 比如说又很近 我这个 拳就算 这个很普通的一个拳 一拼 那如果我这样就打下去 这个动作呢 是比较凶猛的 因为无主权的有些动作 他有时候不好比 他只能讲到为止 比如说 我刚才现在比的这个动作 比如说 如果我这样打了以后 这下动作打下去 他一定要 一定要 他一定要解脱好 他如果没有解脱好 他很容易受伤 受伤 他一定要解脱 你换一个位置 不要老是正面 从后面攻击 攻击一下 看看我们这个无主权 能不能够发挥什么 这个作用 可以吗 偷袭不着 很简单就可以了 也可以的 对对对 厉害吧 是吧 你看看 我本来想出点难题 让他到后面 这个在我们无主权下 开弓 就是开弓射箭的那个姿势 对对对 完整的打 他是这样 完整的是 左面下 右面下 这个就可以防守 后面的这个位置 是吧 我想请教一下 我听说在这个无主权当中 有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或者是很重要的一个动作 叫摇身抖甲 这个是什么样子的 摇身抖甲是我们其中 无主权的一个基本动作 我来叫我那个师弟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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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身抖甲一下 谢谢 谢谢 这个动作为什么是我们无主权的一个 基本的招式 他这个动作是 是属于一种攻法 是一个攻法 他有两个理解 一个是本身动作 他就叫摇身正强 另外一个动作呢 就是我们在整个无主权打前的过程中呢 要经常地使用这个攻法 刚才打的这个叫做 这个猴挑水 猴挑水 猴子挑水 猴挑水这样 那么他这个动作呢 他有一个抖动的 抖的 有个抖甲嘛 有个抖动的动作 那么这个抖动的动作呢 他在很多的无主动作中呢 他都要 比如说 我们有一些动作 有时候有个摇 只有一个摇 现在这个摇 他这个一定要摇 跨摇 他这个动作呢 他一定要这样摇过去 有这个力气才发得出来 又比如说我们打钳 我们贯动钳 你这个伸腰一定要摇 你如果伸腰不摇 你只是这样 光是胳膊动不行 对 这个不对 你一定要这样 我们过来 这样力气才大 但是这一招摇身抖甲 比如说在两个人对打的过程当中 有实用性吗 怎么能够用呢 比如他从后 你刚才讲 要他从后面来偷袭我 对啊 比如我都没防备 被他抓住了 抓住怎么 比如说他我这样 那我现在发现了 那我当然我就要摇了 哎呦 我明白了 这个还是就是抖甲是吧 一下就给甩出去了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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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身俊哑 其实是一种发尽的方法 在摇晃过程中 动作恍如动物渡河后 陡坡身上的水滴 这种发尽法是鲜柔后缸 发尽时不可用捉力 必须放松所有关节 摇身时每一个关节都要连续地发尽 让尽力通过的同时把尽力加大 所以全身必须松而不软 活而不僵 这都是需要多年的训练 才能得心应手 那么如果在练习过程当中 我们从头到脚 包括胳膊 运气 包括身形 应该注意什么 有什么讲究吗 练拳本来就是 顶颈 胸 腰 背 肩肘腕 胳膝 这些关节 一定要通通练开了 练开了以后 走起来 行如游笼 还有那个力 那个镜 如猛虎 要有这样的话 你整个身体 好像一条铁链 你那个铁链 螺在一起 跌在一起 是一碗 你把它拉开以后 你看那个镜有多大 洗脸 无组权 有许多讲究 总结起来 从头到脚 要做到 头上顶 两肩坠 心胸手 丹田锯 练习时 要含胸 伐背 沉肩 扣节 固守 带进 吞吐浮沉 简言之 就是要 众身法 讲气息 在意念的引领下 循序渐进的练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个名称却包含了五种权法 被称为一门五权的五组权究竟有何玄机 一个人他不仅可以学习一种权 他同时可以监通这五种权 有关五组权的来历 哪种说法更为貼切 太祖权就从赵匡院这个地方呢 就传到了少林寺 真正吴祖权出现在文献资料里面 大概在1895年 是谁将吴祖权带到了台湾 郑成功在我们这个地方 两岛顿尸 抗田下 就我们的黄培松 壮严 他学到了全部的精华 又是谁将棍法回传给了少林寺 一个古老的施政 又和吴祖权有着怎样的关系 他的技术动作不是来自吴祖权 那我想吴祖权能够流传下来 在历史上啊 有没有一套什么 类似像全谱之类的东西呢 我们学习吴祖权的时候呢 基本上各个地区 各个流派 各个门户呢 都有自己的钱谱 但是呢 跟过去社会比较封闭 这很多人都密而不传 一般来说 他就是师徒相守 一般不公罢到 口口相传的 对对对 这个钱谱就是一代一代传下来 曾经收集了 比较注重的是收集各种钱谱 我现在也收集了 一二四种的老钱谱 那么发现就是 各个门派的传承不一样 就是同样 吴祖权的同一个套路 各个全谱 他的动作规范都不太一样 那么这就体现了 我们想说 多门派 多流派的 吴祖权的传承 据我所知啊 您是花了四十五年的时间 编写出版了一套 吴祖权的全谱 当初怎么想到 要来写这样一套全谱 会见效 见效 他这个是情况 之所以算四十五年 是怎么算呢 我当时呢 是学习五十的时候 我时间比较早 大概大连钢贴的时候 我父亲开始教我 是从爸爸那学的 但是呢 我比较系统的学习呢 是到1961年 进入全州武术社 就刚才跟我那个师弟 我们同时进去的 那个时候 比较开始系统学习 那以后呢 得到武术老师的疼爱 正式拜他们为师 受父亲的影响 从小 周坤民就对书法和武术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62年 周坤民是七岁 当时 国家题委号召 全国人民 发掘抢救武术 一时间 各地武馆 武社 掘地而起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周坤民 开始系统的学习武术 1963年 在厦门大学 读书的时候 他将过去所学的东西 整理成了一本全谱 后来 在八十年代 他再次进行了整理 再后来 无论是担任报社的总编 还是泉州市副市长 他仍然坚持不懈地 言文习武 不仅发表了不少文学 书法作品 同时 为泉州武术的发扬光大 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和推广 2005年退休之后 周先生更是将全部的身心 都投入到了 整理发掘古拳谱中 最终 历史45年 他编转完成了第一部 完整的无组拳谱 我听说现在 这个无组拳 还被编成了广播体操 在这个中小学当中 来积极地推广 是这样的吗 小学编了一套 中学生编了一套 这两套我看了一下 都很不错 把我们无组拳的一些基本动作 用体操的形式表现出来 最近我刚参加过体育机跟教育机 主持的一个无组拳操的 这个Google学校的比赛 我去参加过 这个我感到这个学生 学习的热情很高 李生区实验小学 是全中式的一所百年老校 为了帮助孩子们掌握无组权 学校老师还专门针对 不同年纪的学生 编引了校本课程 如今无组拳广播操 不但深受孩子们的喜爱 对于强健他们的身体 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这位小同学今年十一岁 别看他年纪不大 他可是曾经获得过 无组拳全国少年组的冠军 吴祖泉是闽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史悠久 远远流长 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延伸 吴祖泉也远波海内外 成为海外乡亲与祖国联系的感情纽带 据您了解 现在这个吴祖泉在全世界 其他的一些国家或者是地区 他的这个发展情况是怎么样 现在就是有一个一种文化现象 就是环市有我们前周华侨的地方 必定有蓝银 必定有我们前周的蓝沙人武叔 特别是吴祖泉 那就是随着我们华侨出国的足迹 吴祖泉就是传播出去了 90年在全周正式成立 吴祖泉联谊总会 那么到现在24年 来参加我们这个国际吴祖泉联谊总会 活动的呢 现在已经有四十几个国家 所以说我们看到白人也上去 黑人也上去 黄总人也上去 哎呀 这打吴祖泉真好看 我们大家也算是这个以武会友了 没有这个国界的这样一个区分 大家都喜欢中国功夫是吧 好 那么这个吴祖泉 除了男生女生可以练吗 吴祖泉 他虽然是刚硬 但不一定说是要蓝的 轻壮的都可以 我请了一个 我们市政府公布的吴祖泉传人 就是一个女同志 能不能让他来表演一下 好 那最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场地来留给他 为我们大家带来一套精彩的 舞组全表演 拍 bloey ация难的 很好呢 你期待会把啊 吃了 明天 劭場 你们 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